根据店老板的回忆 12月18日下午3点钟左右 死者来到这里进货 那天来我都不知道是有别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警方认为 虽然姜瑞玲的被害原因尚不可知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最后接触她的人犯罪嫌疑也就越高 店主反应 当时姜瑞玲的面包车上 做了一个特征明显的中年男子 而在对死者家属走访时 她的妻子也回忆起来一个细节 那就是在案发前十多天 家中来了两个陌生男子 其中一人也有着类似的特征 有一个看起来有四十多 那脸就是有点长 这个中年男子似乎对 姜家的房产等信息很感兴趣 他就问我 他说这个房子是不是你的 我说是 然后他还问了这个 这边是不是我的 我说是厨房 然后他还到厨房看了一下 可是仅凭两名目击者的印象 要想在茫茫人海中 确定犯罪嫌疑人弹劾容易 那么案件又如何取得突破呢 县长是位于这个一个乡镇的 一个村庄里面的 山上一个一片齐城园嘛 这个地方你说外地流窜的 可能性很小 人家找不到那个地方 很偏 第一个 我们就确定应该是 最起码熟悉这个地方的人 附近的人有比较大的可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